1月6号 央行新年首次全面降准正式落地 此次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多亿元 送出稳经济政策礼包 专家指出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 2020年中国经济稳自当头 无论是开年已经接连落地的稳经济政策 还是近期密集召开的各部门年度工作会议 均释放出稳的强烈信号 多错并举 全力确保中国经济开局稳 新年一史 稳经济政策礼包接连落地 1月6号起 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 8000多亿元流动性开始释放 1月3号 开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 首个议题是确定促进制造业稳增长的措施 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盘 1月2号 伴随四川和河南发行地方债 全年地方债发行大幕开启 进度比上年再提前 1月1号起 850余种商品调低进口关税 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政落地 业内人士称 6号落地的央行开年大礼包 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多亿元 将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 稳定资金来源 特别是降低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从短期看 此次降准将释放流动性 满足春节前的资金需求高峰 保证市场平稳 刚刚结束的央行2020年工作会议 明确了今年七大工作重点 其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委居首位 此次落地的降准红包 凸显了货币政策的灵活适度 未来根据宏观经济变化 采取更多工具也是应有之一 2020年 中国经济稳自当头 开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明确 要用改革办法和市场化措施 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增强发展动能 稳就业是放在首要位置 预期是压轴的 我们想方设法加大各方面改革的力度 使得我们经济的运行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态势的时候 应该说市场的预期和信心 才能够真正有所增强 专家指出 无论是开年已经接连落地的 稳经济政策 还是近期密集召开的 各部门年度工作会议 均释放出稳的强烈信号 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 保稳定 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